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早晨 我是许光明老师 祝各位同学学着进步 这个讲的是奇门同甲中心盘的解法 其实奇门同甲中心盘 很多这些技巧 你可以用在时盘那里的 只不过时盘是搞某一件事情 还有搞定你最多是一百天的 中心盘是搞你一世的 所以有时做中心盘就好过做时盘 但是中心盘又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用插保仪 将那些中心盘有些东西丢了 就很麻烦 时局就会随便丢 不要都可以 但是中心盘的东西尽量就没有插 流连不离如何解 其实无非是将你的终身局 哪一个工位代表你哪一个家庭成员 你老婆那边的家庭成员 你这边的家庭成员 全部摆出来 摆出来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 大家的关系是怎样的 他和我相冲 那我和他又没有办法谈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在命中 在终身局里面 你和他相冲 难道你就认命呢 那你就要想着想 要提前 日后和他相处的时候 日后和他沟通的时候 就要有技术 有技巧地和他沟通 在命中 你老婆是很喜欢你的 或者你是很喜欢你的老婆 你不要因为他不懂得表达 不懂得表现对你的爱 你就认为他不喜欢我 我要和他分手 那就浪费了这些缘分 明白了吗 OK 还有代入这个大运流年 代入这个大运流年 我们就知道 是这个大运 比如说 我由2024年 就搭入一个新的十年大运 那么这个大运 他冲击黑我 哪些家庭成员呢 或者生我 比和我哪些家庭成员呢 这个大运所落的工位 他有没有冲击 我的偏才啊 政才啊 这些东西呢 有没有生我的偏才 如果是有的话 那我就可以提早去预分 大运流年这些 是比八字更加好学的 因为你八字要推流 要去推敲的 要将八字啊 流年啊 流月啊 大运啊 几个字的生产充合 要去推敲的 但是奇门动革 不用推敲的 就是直不一样 让你看到的 很直观给你看到的 所以很容易学习 又很容易掌握 事业落工贵人多 如何防范 小人害 这个很重要 因为一世人 有没有贵人 有没有贵人 是很重要的 所谓时缸落工 有没有四害 那个时缸落工 生不生你日缸 比不比活你日缸 同不同工你日缸 和你不明工 和你不明工 有没有相同的符合 这个很重要 因为做任何事 有贵人 确实是很容易做 没有贵人 确实是很难 终生局是这样看的 其实时局 一样是这样看的 时局 这个是日缸 这个是时缸 所以时局的时候 我和你们讲解 做预测的时候 我都说 时缸 如果三比和同工日缸 这件事情 就容易成功了 就可以去做了 如果时缸落工 冲黑你的日缸落工 这件事情 成功的机率就很低了 如果确实去做 就有可能会导致失败 刚才跟大家 详细地讲了一下 如何去全盘去判断 这件事情 将涉及到的人 时 逐一捉出来 看看有多少个生理的 比和理的 同工理的 有多少个是 冲黑理的 舌理的 再通过 里面的 神 声 门 降的力量去到哪里 格局去到哪里 是主动出击 还是被动出击 去应对这件事情 所以这叫弟子派 所以你们坐在那里 我希望你们介绍多些人来学 旗门洞甲混什么 混风水 如何利用旗门洞甲 结合旗门风水和旗门扎日 布局 吹彩 这叫山向旗门风水 旗门沟风水 旗门沟风水 叫山向旗门 百门加山起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 山 就是坐山的意思 不是坐向 是坐山 山是坐山的意思 百门加山者 坐前向信 近起幽门 坐坑向离 镇起幽门 坐坑向坑 坐坑向对 坐信向前 坐离向坑 坐坑向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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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你白话不行 我的生门落在这里 是不是 我的生门落在这里 那我就肯定到时要摆局的话 我就摆在这里了 那些吹彩的东西 肯定摆在西南边这里了 那什么时候摆呢 那你刚好日光落空落在这里 是不是生它 比活它 最重要呢 这个空位没有四海 三个主线 无非就是四江 百门 连命 当然这个百门 包括了天罡 这个百门包括了天罡 因为我经常都说 人的用神 在四江那里捉 事脈 事情的用神 在百门 或者在十天罡那里捉 再考虑一下你自己的连命 但是有些师父 他就不喜欢考虑连命 如果那件事情 是临时的事情 或者做过就是 算数的 其实不需要考虑命的 我要签的这个工程合同 是否可以顺利签下来 有什么注意事项 签合同 涉及到什么人呢 第一个 日降 是不是代表本人 对 对 时降 是不是代表这件事 如果最复杂的 对方 要不要看 月降 是不是对方 对 对 月降 是不是对方 好 那人 说完呢 年月日时 基本上说完 年就不用它 在这里 因为没有什么大老板 是吗 月降代表 对方 日降 代表自己 时降 这件事 四降 抓完 就抓完了 是否往百门那里抓 开门 代表什么 工程 景门 代表什么 合同 记住 我和他 适不适合在一起 两个人的未来 是否会幸福 日降 代表本人 合光 代表自己 六合 代表婚姻 时光 代表这件事 年命 记不记得有多少个用人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用神 如果是二分的话 你还想得多 你可能把前夫也要想起 把前妻也要想起 很多要想的 因为涉及到财产分割 《奇门洞甲风水条理法》 《怡声缓斗乾坤定》 《决策必用》 《插补仪》 为什么这个插补仪 他都归纳为奇门风水这个范畴呢 是因为他要放东西上去 或者搬东西走 或者搬东西过去 或者丢了东西 或者换东西 所以他就将它放在风水的范畴 明白 查保义的意思是 比如说 这个公毅 如果对于你来说是有用的 是有用的 但是这个葵水是有四开 我便通过查保义的方法 变得他没有四开 查的意思是 我把葵水丢了 不要这个葵水 在家的东南边 找到葵水仗义的东西 这个仗义有很多种 有些物品 比如是饮料 过期的饮料 那些什么放这么多年的酒 那些都是 臭水 污污垃圾水 厕所 葵水 激营 咸鱼都算了 你冰箱里面的 冰了很久的冰鲜都算了 那葵水又代表 颜色 暗雅的颜色 黑色 所以呢 你东南边 如果装修成黑色的时候 是不太好 要记住的 当然少少黑 你就不要当我一回事 不然你 你经常做个衣柜 做个酒柜是黑色的 那就麻烦了 比如这些颜色就是黑色 那如果这边是东南边 不就大件事了 那这个时候 就把它拆走它 如果不拆就是 放些新鲜的水 就行不行 可以的 那叫换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我不拆的时候就换 就是保留它 是的 或者移 好像这个葵水 我移在这里 行不行 非常好 不敢说 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工位 对于你来说是有用的 代表你自己 或者代表那件事情 这就是凶望 凶望的时候 你还可以把白虎 天心星 开门 生金 叶木 所代表的那些东西 形状 同岸 色彩 放在这里 或者你把白心开生叶 这几样东西 变成一个物品 组合成一个物品 比白 可不可以代表白色 心可不可以代表心型 可以 对不对 开是属金 白色也是属金 对不对 生金是不是猪仔 圆圆的猪仔 叶木是不是颈链 白色的圆色猪仔的 心形颈链 明白吗 快点 贻 有点 贴 穴 味道 感兴趣 有点 ители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